72 中國證券報債機密集分紅避險資金清來債市 2015年7月27日基金新聞J.2章號C.F.P.圖片本部記者章號A.股震盪 偏估基金正值大幅波動、穩驗債券基金及貧現分紅潮 WIND數據顯示,截至7月10日,7月份以來相繼有14隻債機發佈分紅公告 分紅總額達2.91億,在股市剛剛經歷了一輪深度調整之後 部分風險掩護資金有意轉戰債機,而此時債機出現的分紅潮在一定意義 而然可謂是對股市流出資金伸出的橄欖支 債機密集分紅截至7月10日,7月份以來相繼有14隻債機發佈分紅公告 分紅總額達2.91億,僅國投稅銀期下就有稅添利、雙債增利 純債三隻債機接力分紅,其中,稅添利分紅額最高 每十份分紅一元,分析人士指出,隨著股市震盪加劇 避險資金重申請來債市,尤其是隨著IPO暫停 釋放出的幾萬億打新資金將增加債券配置需求 加上央行降息降準,資金面寬鬆 債機配置價值突顯 據了解,國投稅銀稅風利一年期定期開放債機 AE雷001-137C雷001-138 目前市場上唯一一隻正在發行的定期開放債券基金 該產品與稅添利債機產品類型相同,基金經理相同 主要投資債券市場,不主動參與股票、權政投資 以定期開放方式運作,一方面管理人通過封閉運作 可以採用更靈活的槓桿和投資策略,有利於基金實現更高的收益 另一方面定期開放又可以滿足投資者薪求 屬回需求,國投稅銀稅風利一年定期開放債機 已任基金經理劉興旺表示,近期市場出現較大變化 預計三季度債券市場將迎來較好投資機會 首先,債券市場中長期基本面依然向好 當前經濟仍然維持弱勢、通脹低位 工業品領域的通縮局面很難改觀 貨幣寬鬆的方向繼續,預期下半年仍然會繼續降準降息 其次,打伸對債券市場的擾動減緩 腦風險利率的中枢大幅下降 暫停後,大約有2萬-3萬億元資金會回流到貨幣和債券市場 再次,全社會風險偏好下降 近期股票市場大幅下跌,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 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資金避險情緒上升 最後,債券投資價值突顯 預計三季度貨幣市場利率仍將維持低位 當前金融債收益率曲線糾纏化 十年和一年金融債利差處於歷史高位 未來收益率曲線會趨於平坦化 信用債券利差位於中位數 中高等級信用債券具備配置價值 因此預計三季度債券投資無論是槓桿吐飾 還是資本利得的收益都將究為可觀 債市有望維持牛市格局博士基金也建議 投資者關注債券市場 債市最大的變化來源於參與者風險偏好的改變 股市的劇力波動把風險偏好最高的資金消滅 市場配置需求下降 低風險偏好的資金重回債市 這對中等評級的信用債形成支撐 從管理的銀行委外組合來看 上週以來銀行委外組合有大量資金的追加 由於銀行自營債券投資部門不使用槓桿 而委外資金使用槓桿 這從資金增量方面對債市形成了利好 回購利率長期看來營會處於一個較低的水平 套式策略可能仍有收益 看好信用債表現 而上週下得比較多 7.Y.A.A. 盛頭下行至近年2.3年低點 短期觀察長期看好 長城積極爭利債券基金經理鍾光正表示 隨著宏觀經濟的足底回升 當下依然有充足的理由對股市和債市都保持信心 鍾光正認為 本次股市的深度回調將實際上修正此前已經 稍顯扭曲的利率傳導機制 這將是有利於經濟長期發展的正面因素 今年一季度 基於對經濟下行將提升信用風險的基本判斷 加上對地方債務前景不明的保守預期 鍾光正的組合配置的首要目標以規避信用風險為主 在結構上表現為以利率債為主 信用債偏向於中高等級品種 少量參與可轉債 鍾光正表示 債券收益率有望窄幅震盪 密切關注供給增加對於市場的影響 以票式收益為主 窄機參與利率債波段操作 積極參與轉債一級新購和入價率較低轉債的波段操作 接著